要说现在全网热欲度最高的一个话题的话 那肯定就是汤家火山爆发的这个问题了 这段时间肯定大家从各个自媒体平台和这个抖音也好 图条也好 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已经都了解的了 关于汤家火山可能对我们平民老百姓 气候方面地质方面的一些大范围的一些影响 甚至是说影响就是何等的深远 可能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肯定也难免不了 也想就是说借助这个话题谈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 汤家火山爆发会对气候会对地质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专家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那我想今天针对这个汤家火山爆发 然后针对人性的一个思考我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咱现在先来回顾一下 就这次汤家火山的爆发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是属于海底的一个火山 它这次爆发的这个威力呢就相当于是1000颗广岛原子弹 就光它这个火山柱啊 它这个底部的这个直径啊 就高达5公里 然后它这个火山柱的这个高度呢 就高达20公里 就这么个高度啊 据说这个在现场最高这个海啸的这个高度呢 都能有40多米高 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汤家国的这个首都呢 和这个就是爆发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点呢 就距离有60多公里啊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汤家国的这个首都呢 当时就这个海啸啊 就是这个海水啊 都已经在那个就是汤家国的这个首都呢 都已经有1.2米高啊 就是这样一个威力啊 而这次汤家火山爆发呢 它是属于这个火山爆发等级里边的这个6级了 也是属于本世纪火山爆发等级里边最高的一次了哈 那么它这次直接对大气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这个火山灰和这个气溶胶已经直达了这个气流层 对这个太阳辐射呢 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那么对地面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温度啊 一个是日照 现在目前来说 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出来就是预测啊 就因为这次火山爆发 它这个持续的时间 有可能数月甚至是数年 可能直接的影响 就是有可能在近年啊 我们这个地表的温度有可能会骤降啊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明年 没有这个往年这个夏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因为这个日照的问题 有可能造成这个地表的一些植物啊 大面积的就是没有缺少这个就日照嘛 然后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很大的一个粮食危机 那么说到这个粮食危机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人 就是曾世强曾老他曾经的这个预言 其实关于曾老的这个预言 在2020年啊 刚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就有很多种说法了 因为曾老在生前的时候 就曾经预言过这次大的这个疫情 同时他曾经还说 疫情之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粮食危机 但那个时候提粮食危机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预示到 怎么会有粮食危机呢 我们现在国家对粮食的这个储备 好像是全球第一啊 但是因为这次唐家火山一爆发呢 这个专家对关于这个地表日照缺乏 造成有可能会产生粮食危机 这样的一个预判呢 好像是跟曾老曾经的这个预言 搭上线了 搭上边了 其实从疫情爆发以后 各种各样的一些预言啊 就是说法不一啊 包括印度男孩阿南德的一些预言啊 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好奇心比较重的嘛 所以说这方面的信息 我自己也比较关注 但是我就是说 唯独比较偏爱去相信 关于这个曾老的一些预言 因为曾老本身 他就是传播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而我也比较喜欢学这个传统文化嘛 不过关于这个 是否会产生粮食危机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也不必过于恐慌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粮食的这个储备 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我们国内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那种 就是说粮食饥荒的那些现象 但国外咱真的就不好说了 但是因为这次汤家火山爆发呢 我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次汤家火山爆发 我们好像国内的这个网民呢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在 以看一个新闻热点的一个方式 在看这次汤家火山爆发的这个事件 不再像之前 就是我们在2020年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就看这场疫情 这场天灾一样的那个感受 就是刚开始 大家有没有去就回顾去感受一下 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们好像那个时候 就很多人都开始在大量的转发说 这个疫情属于天灾啊 是属于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惩罚 这就是说我们人类原来的时候 如何不热爱大自然 如何去毁灭大自然 就是说各种的一些思考啊 网上有大量这样篇幅的一个视频在传播 但是这一次呢 好像是因为汤家火山这个事情 没有发生在我们国内 我们很多人对这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人类啊 这是又一次受到大自然的一个反噬啊 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警告 这样的一些信息和这样的内容呢 反而啊就是说传播的少了啊 不知道是因为我看到的少了 还是因为这次确实有人议论的少了 难道这次汤家火山爆发 它不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灾难吗 单纯只是太平洋这个岛屿的相关联的一些国家 就已经牵涉有二十几个国家了 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城市 据说有市民就感觉到在火山爆发的那一刻 他坐在家里就有这种震感 据现在有关数据统计的话 只是这个汤家岛国 他们一个国家受灾的群众 就已经高达数万群众了啊 在失联了两天以后呢 现在居然还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因为汤家国害怕 因为这个就是国际救援 会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疫情的这个传播 所以说居然有这种拒绝 国际救援的这样一个信号出来啊 不知道这对于这个汤家岛国 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处境 是属于一个姓氏呢 还是属于一个更加大的一个灾难啊 这个咱就也不是属于咱们操心范围之内了 但是我想在这次视频当中 我想提醒到的是 我们不应该在汤家火山爆发的这次事件当中 我们缺乏了对我们人性的一个思考啊 就是像之前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人类产生的这个 就是说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反思是一样的啊 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对这个就是森林的毁灭啊 对海洋生物的捕杀啊 对这个就是说地质生物的一些这种就毁灭性的一些打击吧 我们人类在为了这个满足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些欲望的一些前提下 做了很多不该有的一些行为啊 我们对这些方面的一些思考 我们不应该缺乏 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体系里边啊 有一本书叫水之道答案啊 这个书的作者呢是日本的一个作者啊 作家呢叫江本胜 他是一个科学家啊 他啊就是说发现了这个水的这个秘密啊 然后呢他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呢被翻译成了很多种文字 在全球发行啊 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秘密啊 并且呢这本书呢还研发了一套体系 叫吸引力法则啊 在很多个培训大师的这个 就是成为他们主讲的一个学科啊 而这本书他传导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一个单细胞啊 就是这个水的一个这个分子 它和我们整个宇宙的一个关系啊 并且被很多个体系和机构呢 他们做了很多种实验啊 都是已经被这个科学认证啊 他是有这个科学根据的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意念吧 你有可能就会不同的意念啊 然后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一念啊 就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一个事实结果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要是说都能够一心向善啊 一心向往美好 那么这个宇宙啊 这个世界啊 我们外界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物质世界 它有可能就会逐渐因为我们的意念在向往的美好 它就有可能会变得美好啊 就是这么一种从属关系 那么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呢 就是道 就是我们这个老子说的这个道德经啊 就是自然界啊 这个读过道德经的都知道 有句话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讲究一个什么呀 上境天下境地 对不对 我们是说的那个神灵 是指的说老天爷怎样怎样 那是指的是说我们抬头看到的这个 就物化的世界里边这个天吗 是指的这个天空呢 不是 是指的是这个就是自然界啊 就是说冥冥之中有一种就是自然规律 有一种神灵一样的存在啊 它就是我们就是说敬畏的那个天道啊 就是指的是宇宙万物 是太阳系之外的一个就是浩瀚 无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然界啊 就是它主导着万物的一个循环啊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自然宇宙体 一个体系 那么什么是一呢 一就是你自己啊 一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意念啊 就是一念啊 是升天啊 一念是入地啊 就是说这个世界和你自己也是有这个啊 从属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美好还是邪恶 就是因为你这个一念之间的一个差距所造成的啊 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啊 一生二二生三 那么三生万物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整个呃 从这个传统的话 这个道教 就是这个道德经的这个理解来说 是不是也是由我们自己本身而出发 然后从而影响了我们整个宇宙的这个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现在就对这个就是道德经 就是道教的这个理解 和对这个就是西方科学体系里边 这个就是说水之道答案这个秘密的理解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都是 就是回到佛教那个理念里边来说的话 是叫怎么样的 就是说叫万法归一 你不管是西方的这个科学体系 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话体系 它都是说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整个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啊 我们感受到的这个人间的这个地质灾害 就是这个天灾吧 说到底就是我们的人心坏了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意念啊 很多都坏掉了 我不说我们啊之前都做了什么吧 万事皆由因果造成的啊 那我们今天接受了疫情和汤家火山的爆发 肯定是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做了多端的事情 那么就我们看今天我们都正在做什么吧 这个资本的这个各种逐利啊 这个阶层的这个碾压 这些东西我说了很多 我也不想说了啊 那我就想想说一下 说一下我们现在啊 各个这个就是说资本家也好 商人也好 他们现在都在打造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词叫元宇宙啊 这也是在2021年热度非常高的一个词啊 用我现在的一个理解 也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一个话术 就讲什么呀 现实生活我们这群人都玩腻了 就开始要准备向这个虚拟世界进军了啊 在去年的时候 我做过一起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个话题 我非常赞同 现在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家 这个刘慈欣说的一个说法 说元宇宙有可能会把我们人类 带向毁灭的一个深渊啊 会把我们人类啊 带入的一个更内卷的一个 这种绝境当中 其实我也当时也说过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 这个就不得不又一次提到 曾老的一个就是说预言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到这个 二零二几年呀 那个时候各种妖魔鬼怪就出来了啊 当时我就立刻就联想的这个 元宇宙啊 因为很多人都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边啊 就认为各种自己就是各种的这种就是 啊超能力啊 能飞啊各种的这个想象啊 他已经不是仅仅的能够活在一个现实生活当中 对自己的这种就是说认知啊 他是非常有限的 知道自己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了啊 一旦人进入到那种虚拟世界里边 无法把长期的沉浸在那种虚拟世界里边 和现实生活如果脱轨的话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局面 而现在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资本家 为了能够打造一个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虚拟世界 打造一个新的一个资本领地出来 他们还在各种的为所欲嘴为的去创造 话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接一个茬 就是说关于这个元宇宙的开发 我们因为人为言轻 我们普普通通小老百姓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自己一个美好的一个意愿 就遏制住资本家对元宇宙的一个开发和创新 但是呢啊 我们只能是说有一个美好的一个 就是说愿望吧 希望能够复兴我们这个上下五千年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然后来救治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啊 曾经曾老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说 能够救全球人类的只有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为什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因为啊就俯瞰全球来说的话 所有的这个人类文明只有传统文化 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啊 是一个叫道德文化啊 是真正从根上去教化人 应该怎么去做人 应该怎么和我们这个大自然和谐相处啊 只有这个文化啊 是基于人和自然的一种 这个就是说基础文化 这里不要有一些这个杠精出来抬杠啊 说这个传统文化啊 又是说给这个女人裹小脚啊 什么三七四切啊 这种的这种就是倒退的文化啊 这个什么开历史的倒车啊 不要去抬这个杠啊 人类文化的这个进步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啊 那些不好的文明我们肯定要是去掉的 但是那些优秀的那种文明啊 历史优秀文明 我们肯定是需要延续发扬光大下去的 也希望我们中国的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传统呢 能够真正的教化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啊 能够往向善啊 向美好的方向 然后呢 能够继续绵延发展下去啊 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很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 能够彻彻底底的啊 慢慢的教化啊 让我们这个人类文明能够越来越好 好本期我们就说这些 我们下期见